湘西鄉村女教師李田田 因為聲援上海鎮旦職業學院宋根一老師 而被強迫混入精神病院 引起國內外傳網憤怒 也再次將中共利用精神病院侵犯人權 迫害異己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利用精神病院迫害人權並非中共首創 克魯曉夫在1959年向蘇聯作家協會演講時說 在蘇聯這個共產主義國家聯盟 絕對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 持反共產主義意見的人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仍然大喊反共產主義的人 很明顯我們就能夠斷定這些人 是精神狀態絕對不正常 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將大批異見人士混入精神病院 在前蘇聯是常態 中共利用精神病迫害異己 一直只有一些零星的案例 比較有名的是黃萬星 1992年他拉環額要求平反六四 就被混了13年精神病院 真正大規模用精神病學迫害異見人士 是由迫害法輪功開始 一直持續到現在 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 部分地區開始出現一些迫害案例 到了2000年4月 在北京召開的一個中美精神病學會議 在那次會議上來自美國的Garley醫生 就具有爭議性的精神病治療 作出了題為拒絕治療的權利的報告 在發言中表達了對這些案例的高度關注 其中包括100名法輪功修煉者 被強迫接受精神健康醫院 或者藥物治療設施 有些被迫食藥 中美精神病學會議之後 其中一位中國專家 是某個醫學院的教授 他表示中國的精神病學過去太不重要 從來就沒有這個福氣被當作政治運動的工具 以前要對付人的話 根本不用玩這些文明遊戲 確實是這樣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是在前蘇聯 大規模的精神病迫害 是由克魯曉夫開始 在勃列日列夫時代達到高潮 而在中國 毛澤東時代也沒有大量使用精神病院 原因很簡單 史太林和毛澤東時代 都是以大規模屠殺為主 毛澤東連殺人都是按比例殺的 他不需要掩飾 根本不屑於用精神病院 那位專家的說話證明 在1999年以前確實 用精神病院迫害人權 原來商定了你們可以自由 不受限制地去採訪 這一條我們現在做不到 世界精神病學會認為 不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 所以最後就去不成 也都在2004年4月 人權組織追查國際做了一個調查 其中北京山東河南河北四個省 45間醫院的42間精神病醫院 或者是精神科 就有38間明確表示 在過去的5年中 曾經收過法輪功學員 佔整個受調查醫院的90% 其中有25間 承認那些法輪功學員 沒有精神病狀態 只是為了轉化而強行關押 當時在已確認的961名 死於當局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有15名死亡者的直接死亡原因 是被強迫注射或者灌食 多種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所致 清華大學化工系的柳智梅 被判刑12年 她在出獄前幾天 就被注射了精神病藥物 出院以後發作 或者就是不讓她說出 她在監獄中所受的迫害 現在柳智梅已經去世了 還有一位是河北的法輪功學員 曹婉儒 她在2005年 被強制送入保定精神病院 送進去的第二天 就被迫害致死 當時她是35歲 她的女兒才四個月大 安康醫院也是非常中國特色的 2010年5月 公安部在湖北武漢召開 全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 會議爆出的最大新聞 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的 提出了一個規定 這個規定叫做 沒有公安機關辦案部門的審核同意 對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員 一律不得接收 簡單一句話說明了太多的問題 公安部門可以直接把人送入精神病院 而且公安送的一定是正常人 精神病院還不能拒絕 那次會議還提出了 要求每個省的公安廳 至少要設立一個安康醫院 想找誰就找誰 想找多久就找多久 給送去勞教更方便 中共當局運用精神病院迫害人權 受害者從法輪功學員 很快就擴展到更廣大的民眾 眾所周知的就有武漢集團的職工徐武 他只是因為同工不同酬 和武漢打了很多年的官司 最後被運入武漢醫院精神科5年 到2011年 他逃到廣州 結果又被跨省抓捕到武漢 又混入了精神病院 是著名的非悅精神病院的案例 除無至今無恢復自由 另一個曾經被高度關注的案例 是董堯瓊 2018年當時他28歲 公開直播撥密習近平畫像 被當局混入精神病院強迫治療 至於政治上的反對派 最出名但沒有被外界廣泛所知道的 就是上海的喬中令 喬中令在文革初期的時候 是華東師大中文系野戰兵團司令 人稱喬司令 文革初期那個瘋狂過去之後 他開始反思文革 在北京是民主場 在上海是上海市民討論會 後來鄧小平點名 北京西單民主場 和上海民主討論會 北京捉了魏京生 上海捉了喬中令 喬中令被判了三年 出獄之後被監控沒有工作 親友都和他斷絕關係 到了2001年他設法去香港旅遊 當時開放雜誌的主篇金鐘 對他做了個專訪 專訪發表在開放雜誌 2001年5月日上 當年5月 喬中令回到國家 外界 整整14年都沒有再聽到他任何消息 直到2015年6四26週年前夕 金鐘接了一個來自上海的青年醫生 馬錦春的電話 才知道喬中令 已經被混入精神病院5年了 馬醫生是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 喬中令就是在被困到第三間精神病院的時候 就困到這間精神病院了 結果馬醫生就發現喬中令這個人 思維清晰 完全不是精神病人 卻被不斷加大藥物治療 所以馬醫生就覺得 這樣對一個正常人的折磨是不應該的 就和醫院的其他高年支醫生和醫院領導溝通 就希望不要這樣大劑量用那些會造成傷害的藥物 結果他的建議不僅沒有被理會 他還受到了警告 因為喬中令是公安送進去的 按照規定 醫院沒有權力作出不同的診斷 還必須用藥 馬醫師最後無奈只能切法 去到美國繼續為喬中令呼籲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又是六年過去了 愛界仍然沒有喬中令的任何消息